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球在他们脚下了 就差了一点啊 其实他处理得很聪明 射得非常突然 对方手面员实际上还没有做好任何铺球准备 如果打在门框之内的话 应该是个逼近球 没错 阿里维亚前四 过掉了防守队员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他对对方意图这个判断非常准确 领先的机会果然不出所料 他们取得了领先 在这个位置的球几乎都是逼近的 不过他的反应和预判也都非常出色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攻到了前掌 看看他们接下来如何选择 直接掉射 直接掉射 这球像快递员送快递一样飞到了门框手里 摇尾 王双 手术到般精准的直赛啊 昂加利 球进了 球又进了 正当我们还在回回上一个进球的时候啊 他们已经领先两个球了 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 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 就像这个球一样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真是好球啊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这是来人协助了 进去了一次成功的抢断 王双 王双 双妹子 王双拿球 这次找的点是后门珠 危机解除了 他用滑铲抢回了皮球 很精彩的一次防守啊 哈纳维尔金斯 双方交换了球权 这手现在拿球 看看这叫船中的质量 双方判发了点球 比分落后的他们行事啊 更加不容乐观了 只判发了点球 双方没有逃跑 运气不错 运气不错 闻家没有扑到这个点球 双方悬殊的实力 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 双方悬殊的实力 他们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小羽怡 唐嘉丽 她还在继续向前盘带 来了一角船中 这次拦截非常成功 现在是他们控球 机会非常好啊 这球又有了 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 已经领先四个球了 还能怎么说呢 这就是在自己半场丢球的后果啊 才刚过上半场 比分就如此悬殊 楼嘉慧 看看这个横传 她想找进区内的队友 这次解围啊效果不好 还没脱离危险 这次进攻啊没有起到效果 上半场时间快要到了 中国队发挥不错啊 比分优势不小 是的 他们这个半场看起来 完全就不可阻挡 好像每次进攻 都能够攻破对方的大门 我猜啊 他们在训练场上 都没有这么轻松过 越位了 太心急了啊 现在又换到对手控球 这球应该是传过去了 太残暴了 进一个接着再进一个 分差也是越来越大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5比0 这球可以考虑继续从边路往前 把球直接抱起 是个正确的选择 肖玉仪 看看这次进攻啊 队友上来了 防守队员很及时的一次破坏 将皮球解围了出来 他们再度控球 小玉仪 这脚传球很有威胁 失误了 机会不错 鞭签 边才举齐了 越位了 他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站位 这样的位置啊 要尽量避免 嗯 断下来了 好样的 双妹子 往上拿球 刚才真是危险啊 还好及时断下了球 安娜威尔金斯 上半场比赛 在裁判的哨声中 落下帷幕了 双方回到场上 继续这场实际杯小九赛 下半场的争夺 防守不错 防守不错 在自己后场把球抢断了 王双 双妹子 王双拿球 天池地利人和 门将这次扑得漂亮啊 这个上门质量不错 但对方门将也不是吃素的 所以 后机会啊 双妹子 王双拿球 机会啊 哎 这球又有了 我有点同情他们的对手了 回方来了 看看他的跑位 多么的机敏 他总是能够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 然后把球送进球门 双方悬殊的实力 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 双方悬殊的实力 双方悬殊的实力 奥利维亚前四 在几方后场 划铲抢断啊 反击这个选项目前可用啊 反击这个选项目前可用啊 对方都展开反击了 对方都展开反击了 防线还在慢悠悠的 没有到位 成功解围 直接飞出了横梁啊 直接飞出了横梁啊 尝试通过大范围转移来撕开防线 这应该是被写进滑产教科书啊 他们边路找到空间了 冒着点球的风险 铲球抢断 这球他自己不太好处理 如果丢球了 还已经很近了 比起他这三个进球 大家更关心的是 到底谁能拦得住他呢 他今天上演了帽子戏法 他今天对球队的贡献确实非常大 的确 利亚波西瓦 奥利维亚前四 对手的这次进攻就到此为止了 有没有信心直接打反击呢 压迫做得不错啊 抢到球了 王双 来到禁区边上了 全场观众高喊射门啊 这球有了 他今天已经有两个球入仗 在这个位置的球 几乎都是逼近的 不过他的反应和预判 也都非常出色 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 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 还剩下25分钟 距离很近了 被立柱反弹了 一球被防守队员解围出来了 他们今天实在是运气不佳 这个球他们的组织配合和最后的射门处理应该 好 有机会 他应该这球被门将化解了 不过对方还有机会 好 边才举棋 越位 唐嘉丽 事业不错 想找前面的队友 危险啊 还好裁判吃了越位 他要是晚半拍启动的话 这球可就真不好说了 是 奥利维亚前四 他又把球铲了回来 王珊珊 肖玉仪 找中路接应的队员 有机会吗 漂亮的凌空打门 这样的进球 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啊 这个进球 源自于他们送出的这脚落点极佳的层中 然后他迎球而上 直接一脚凌空 这种球简直是百看不厌啊 球选易主了 有了 回方来了 看看他的跑位 多么的机敏 他总是能够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 然后把球送进球门 奥利维亚前四 皮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 王珊珊 有机会的可以突破 这个球不算 这才是越位了 这个球越不越位真的就在一线之间 真是 球是他们的了 球被对手拿到了 身边有队友在要求啊 看看怎么处理 能把握住吗 看了 球进了 再来看看进球的回放 非常近的距离得到打门的机会 然后一错而就 全场比赛马上结束 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 双妹子往上拿球 打门很果断 文将还是扑到了一下 这个投球无法规及到球门 守门员啊 都没怎么做动作 场边有动作啊 要换人了 小羽怡 再次把球交给王珊珊 可以打门了 可惜了 本来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对方的球门球 抬迪报恩 黄瑟队上来把球断了 王霜 王霜 摂分的机会 球进了 帽子起发来了 但是我怎么觉得 三个还不是终点啊 他可能还会进更多的 双方分叉已经拉得很开了 阿里来利 这球出边线了 现在是至界外球 强断成功 现在球在他们脚下 带球奔向球门 比赛到此结束